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邵广招邵老师的海洋生态讲堂 今天继续欢迎邵广招邵老师 是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说到这个海洋废弃物 其实最近五年来 已经成为国内外海洋保育的重要议题 不管是在全国各地 都有在办侵探或是近海的活动 那其实在报纸上面 我们也常常看到许多海洋垃圾 预期就是可能会造成 这个海洋生物受害的新闻 目前政府也在积极的推动 一些限速的政策 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 就请老师来帮我们介绍一下 这个海洋废弃物 为什么现在会变成这么热门 跟受到重视的议题 首先先请老师跟我们说明一下 到底什么是海洋废弃物 那这个问题是从什么时候 开始受到大家的重视呢 是的 海洋废弃物我们有时候简称海废 那么当然就是指的海洋垃圾 就是说任何被丢弃 遗落或者是包含经过了河流 地下水道 或者排水道 或者乃至于风 把它吹到海里去 吹到海边 那些持久性 很难分解掉 对一些人工所制造的一些物体 那么当然这里面也包括了一些塑胶的微粒 大家看不见了 别因为它分解得很小 但是因为它们都会危害一些海洋生物 那甚至于可以透过食物链 被我们人吃到肚子里来 所以这个最近呢 科学 其实最早发现的 其实还不是科学家 而是这个返船的选手 他们在比赛的时候 意外地穿越了北太平洋的一个环流的系统 大家知道这个北太平洋南太平洋 它基本上顺势中或者逆势中 在有个涡流 涡流的地方就是说会聚集东西 那垃圾就会都被聚集在那里 所以就变成一个垃圾岛那样的东西 非常大的一块面积 甚至于大到像个美国本土那样大了 那么他们那个时候发现的 后来科学家就很重视这个事情 就去研究才发现 哇原来非常非常的严重 你知道它那个翻车训组 搞了七天才脱困了 所以他们就叫它叫塑胶浓汤 plastic soup 因为它那个塑胶的垃圾特别是多了 所以所以它那个科学家 后来就去调查研究 就发现了这些 所有垃圾里面塑胶类的占了90% 那在塑胶类里面的 废弃的一些宇具宇网 又占了其中的10% 那么更糟糕这些塑胶到最后会分解的微粒 微粒的数量用罩来算 他们有算过说天上的这个银河的星星 大概有4000亿颗嘛 可是我们海底的塑胶 微粒比它多得多啊 13倍 所以有5兆多的那个颗粒啊 所以是相当可可怕的事情 那老师刚讲 这光是看到这个塑胶浓汤就真的很惊人 那到底这些垃圾或是塑胶垃圾 它的量有多少 那它对于这个海洋生物又会怎样去危害它们呢 是有很多人去想要去推估这个数字啊 那么有人说他们大概每一年呢 我们生产塑胶制品大概有1.4亿公顿啊 那么那这些塑胶制品呢 可能需要400年的时间呢 才有可能被自然的分解啊 那分解到最后 有些还不见得分解的掉 变成为例而已了 那么那因为透过了洋流被搞在一起 其中80%的海洋垃圾 其实都是从陆地上来的 他们在地中海呢 他们有算过一个立方公尺的海水里面呢 它就包括了33种的垃圾 这个对海洋生物会造成很大的影响 因为很多的海鸟 海龟 还有很多的海洋暴露动物 那么他们都会吃到它 或者是被它残烙等等 这些都会 他们估计大概海鸟大概有 每年会因为垃圾而死掉的 有一百万只 有时候是吃了太多的垃圾以后 它没办法消化 或者说是它没有营养 它就死亡了 等等 那么深海也逃不掉 他们也在深海鱼的肚子里呢 也都有找到塑胶带 那是以前我的学生 他们在做深海鱼的研究的时候 有解剖 看到胃内涵 我就发现了 那么从陆地上来的垃圾里面呢 其实有80%的塑胶 东西是很难分解掉的 它数量是以每十年增加一倍的速度 在快速累积 那分解的塑胶微粒呢 那更是可观 在海里面 那真的会对海洋生态造成还蛮大的影响 所以呢 后来每一年的 最近这个大概五年十年 每一年的世界海洋日 几乎它的主题都是 针对海费 就是海洋垃圾 是 说到这个海费 我相信在台湾 海洋垃圾问题也是很严重 那老师就有关于台湾的部分 有没有一些的统计数字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呢 一开始都是民间团体他们在重视这个议题 也在拼命在发动 近滩近海 所谓近滩就是在海滩上捡垃圾 近海就是贝勒七平到海里去捡 那些不是漂浮性的 而是沉在海底的垃圾 那这个量度相当可观了 那么荒野保护学会过去很有系统的在做这些事情 他当时他有在那边大概算过说 台湾一年大概用掉181个塑胶袋 所以我们是用塑成瘾了 所以平均每一个人都要大概 一年要用掉782个塑胶袋 等于说每天你要用两到三个塑胶袋 所以这个量是相当可观的 那么他们在统计的时候 比如说2016年 他们进摊就进了40公顿的垃圾 那么比起前一年2015年成长了三倍 那大家就知道这个垃圾其实越来越严重了 那我自己也有一些资料 是从去年10月开始 我们就请那个环保署 帮我们去请所有的台湾的海边的那些 火力电厂也好 核能电厂也好 他只要今天把冷排水吸进来 因为他要冷却发现机组 那么垃圾就会跟着进来 我们是在垃圾堆里捡鱼 看着就造成多少损失 但是那些垃圾的量 他们其实都有把它记录下来 我们就跟他要这些东西 他基本上也有做一些初步的分类 所以我大概有看过那些资料 他现在每个月还是都会寄来 我们可以把它加起来统计 因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客观的一个取样的方法 如果今天派人 我们大家比如说发动这个义工 大家到海边去捡垃圾 你能多捡的量就多 对不对 海岸先长捡的量就多 可是如果捡的太干净了又没有了 所以就不客观 你有时候很难量化 那电厂这个冷却水带进来的 这是非常的客观的一个数据 那比如说我们举一个桃圆的大潭火力电厂为例 它每一年大概都有两三百公顿的垃圾 所以反过来讲 它其实是在帮我们做浸滩的工作 因为这水是源源不断的进来 所以这个其实台电在这方面 其实是有一点贡献的 我们应该这样讲 那当然还有很多不同的方法来算了 也有人用韩国那套什么目测快筛法 来看到底我们台湾的垃圾有多少 那么当然这个有人算过了 说这个台湾海岸的堆积 大概有16万个垃圾 16万代的垃圾 那么哪些最多呢 新北市 嘉义市 台南县三个县市最多 那海报署呢 它最近就是在九月 它们也有一些数字 把全台湾19个县市的海底垃圾的数据 做了一个公布 那么单单我们今年上半年呢 就有55公顿 那在岸边的垃圾有32公顿 海漂的垃圾有16公顿 海底的垃圾有7公顿 所以这个都是一些数据 那直到最近黑潮工化文教基金会 他们落岛一周 从海上来看这个事情 他们也公布了一些数据 也告诉我们说 在这垃圾中间 以哪些垃圾为主 比如说是塑胶包装 食物的容器 宝特瓶 保力龙等等 它也有一些数据出来 那就告诉我们 基隆市的北海岸最多 然后是嘉义的巴掌吸口 再来是高雄跟小琉球沿岸 就告诉这些政府 县市政府可能要再多多努力 要想办法 要怎么样能够清除掉这些垃圾 大概情况是这个样子 是 就刚刚有说到 其实大部分垃圾都从陆地上去 那可能就是主要的河川 把这个路源的垃圾 带到海里面去 其实有一些西南部 这边有几个主要河川 他们其实也是前海洋 直密集的地方 所以海岸垃圾我们比较多 我们可以理解 可是为什么刚刚老师有说 其实很多垃圾都跑到基隆海边去了 是啊 这个大家看的时候觉得很奇怪 因为西南部 基本上大概垃圾 海岸垃圾多 大家都可以想得到 那基隆为什么特别多 正好在海大的 有一位胡建华老师 他是做物理海洋海流的专家 他就看了这个新闻以后 他就写了一篇民意论坛 投在联合报的样子 我那时候有看过 所以他解释的很有道理 他说是因为潮流的关系 我们台湾东边都是黑潮 就是南向北 但是我们西边 看季节了 比如说夏天的时候 西南季风来的时候 他就会向上 沿岸流就望上 望上以后到了基隆 跟黑潮交汇了以后 他们这个两个力量要相抵 相抵消掉 就会有一个浸流 他们讲的浸流 就是可能从南边 从西边上来的流比较强 但是它比较慢 所以他这些浸流 他就会把从西南部的垃圾 慢慢沿着海边 往上推到北部 对不对 推到北部 然后可是冬天的时候 东北气候下来 对不对 西南气流就没有上来了 可是黑潮那边过来的水 他会从这边过来以后 就会把那边的垃圾 想办法往主流的两边去堆积 对不对 流速比较缓的地方 台湾的北部 基隆一带 正好它海岸 就是一个凹凹凸凸的 所以就变成 垃圾都跑进来了 所以就因为这个潮流的关系 让很多垃圾都集中到北部来 这是他在报上解释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是 那这样看来 其实海洋垃圾问题真的是很严重 不单是台湾的问题 也是全世界的问题 那请问老师 在国际上面 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呼吁 或者是行动 要来改善这一个海培的问题呢 对 其实我自己因为常常出国开会 我自己就会感觉到 比如说海洋保育的议题 就慢慢在改变 当然过渡捕劳是一直存在的 但是呢 这个七地破坏就在推海洋保护区 但是在最近这五年十年 你去开会 他们发现海洋垃圾 变成一个主要的议题了 所以科学家其实也是注意到 这个问题 在国际上其实也不是太久 也不过在最近的五年十年的事情 特别你注意到2015年 联合国的永续发展目标 大家知道他目标十四 我们上次有讲过 是海洋的目标 那海洋的目标有十条 中间的第一条 就是要在2025年之前 要预防跟大幅减少 各式各样的海洋污染 特别是塑胶飞气物 跟优氧化的问题 他就把点名的 这个海洋垃圾的问题 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 这个可以说 是跟过渡捕劳七地破坏 可以说是危害 这个海洋生态的人为 因此中间最重要的三个原因 所以这个是在国际上 其实就已经有注意到这些事情了 所以刚刚老师说到 这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的海洋目标 第一个目标就是海洋污染防治 刚刚说到的这个是垃圾跟优氧化 那另外在优氧化的部分 可不可以请老师再做一些说明 是 优氧化可能各位不是太熟 可是有时候常常在淡水河川 看到一些水变绿了 或者石头上长了很多的绿色的藻类 其实那个多有可能就是因为优氧化的结果 因为本来照理讲干净的河水清澈 应该没有什么营养 就不会长这些藻类 营养一多藻类就会长得多 到海里海边也一样 如果太绿了 绿的这个有点怪怪 那个其实都优氧化了 因为优氧的藻类长太多 就是因为从陆地上排出来的 有机营养盐太多 就会让这个藻类大量繁生 繁生也许你会觉得好事 那这样优氧动物有食物了 吃了优氧动物多了 鱼就可以吃了 讲起来好像应该是 让这个基础生产力提高以后 资源应该变得丰富 但是过头了 过头的意思就是 没有那么多浮游动物去吃它 然后也没有那么多鱼 去吃浮游动物了 那这些浮游藻类 它要用氧气的 尤其它死掉以后 它要被细菌分解的时候 它沉到正好是 大概在一两百两三百 一个叫做 怎么最定一样 沉的那个 叫做药温沉的地方 它就分解掉以后 让那边的那个水层 完全没有氧气 没有氧气的意思就是 没有生物可以活下来 这个叫做死亡区 叫data zone 所以全世界发现这个data zone的 这个地点越来越多 树木越来越多 所以他们在评估 全世界六四三个大海洋生态系里面 已经有百分之十六的沿海 优氧化的风险等级 已经变得高跟最高了 就是变成在评估 这个反而变成过头了 这种反而是不好的 就叫优氧化 我们尤其是农业 用了很多的肥料 去将农在海里去 其实这个后来都发现是问题 以前都没有去注意到这些事情 这就是为什么今天 大家要强调优氧化 要重视 要来解决这个问题 是 往那流入海里面 当然刚刚讲到说 这个优氧化以外 其实还有很多的污染的化学物质 最后可不可以请老师 帮我们做一些整理跟补充呢 是 其实污染源真的种类很多 我们现在 如果你就看这个化学性的 不要讲物理的 比如说优氧化是刚刚讲的 那个泄油事件 我们也曾经跟大家介绍过 还有工业废水 特别是里面有很多有毒的物质 包括重金属 或者是一些有毒的化合物 农药或者我们讲的环境荷尔蒙 或者让这个酸碱值降低 pH值 或者让水的浊度升高 当然今天讲到垃圾 非吸物 塑胶微粒 这些 塑胶微粒会因为会吸附毒性 所以进入食物链 会让生物造成伤害 所以这些都是我们 污染源的种类 那么最近 那个黑草文教育经会在新闻报道的时候 有特别发布了一个消息 说我们台湾的高雄 红毛港的那些外海的泡沫物质里面 减出了过量的分 这是一种化合物 那么它的含量是高过了国家的标准 还蛮多倍的 所以这个也是过去 大家没有注意到这种化学物质 它其实对生物是有伤害的 因为它氧化性很强 对于水中的生物 跟两系列都有高度的毒性 对于鱼类也是有 所以这些就是我们 今天常常科学的监测调查 其实越进步 你就会越来越发现 更多的东西 其实在危害我们的海洋环境 然后跟海洋生态 这个海洋生态的污染防治 真的很重要 那其实应该还有非常非常多的东西 要跟大家来分享 那我们今天呢 但愿先为大家进行到这里 那下礼拜继续 请老师跟我们分享 有关于塑胶垃圾跟塑胶为例 是 好 谢谢主持人 谢谢各位听众朋友们 感谢观看